同学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 请问 如果你现在拥有一笔钱 你会想要做什么 如果你有一笔钱 你会拿来做什么 会帮助弱势族群 还是改善受污染的环境 怀世代青年公益行动计划 邀请艺人陈建州担任公益大使 号召年轻学子发觉隐藏在社会中 需要被帮助被重视 以及被改善的弱势族群和议题 当然还是在孩子的教育 因为自己是家长 那另外也是会担心自己老人家 我奶奶长照的部分 因为长照这个会 我觉得会对台湾社会 有一些可能需要 更多人一起参与的地方 因为长照其实对一个家庭 真的不容易 我希望就是在公益计划这个部分 其实就很像创业需要一笔基金 那刚好陈执行长号召了 有可能会号召很多天使投资人 那帮就当创业一样 那最主要都还是在 他的公益计划一定要写得很完整 怀世代青年公益行动计划 不限族群与议题 不论团体或个人都可以报名参加 发起活动的仁爱遗养社会福利基金会 执行长陈兵甫 也希望怀世代能够成为一个公益平台 有资源跟没有资源的人不对等的资讯 然后还有一些是有理想 有一些创新的人也找不到资源 所以我们希望做成一个平台 未来可以把所有的资源串在一起 任何一个计划都不应该是短暂的 我们希望这样一个计划是可以持续下去的 让所有有资源的人可以有钱出钱 然后有力出力 怀世代青年公益行动计划 增见时间从即日起到5月20号 第一阶段将选出30件入围作品 可以获得参展补助金 最终获选计划将可以获得 30万元的公益执行经费 欢迎青年朋友踊跃参加 用行动实践公益 加入怀世代让爱实现就趁现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